民以食为天 击打班查渔村一家用沙包烹煮咖喱碾鱼的马来餐馆广受各地掏客的欢迎 创办人伊布拉辛在30年前获得了华裔友人的提点 尝试以沙包烹煮咖喱碾鱼不但煮出了咖喱浓郁的香味 还保留了碾鱼的鲜甜口感 让原本跌入谷底的生意成功的翻身 这道结合了中式和马来煮法的沙包咖喱碾鱼 除了满足三大种族的味蕾 也吸引了外国韬客千里迢迢前来尝试 击打双基比亚一座小渔村内的马来餐馆别出心裁 食用沙包来烹煮咖喱碾鱼吸引各大种族的韬客千里迢迢 慕名而来 这个香喷喷热腾腾的沙包咖喱碾鱼是创办人伊布拉辛在30年前 听取华裔友人的建议下 改良而成的美食佳肴 这一道美食推出后就广受掏客的好评 直到六年前伊布拉辛过世 再由儿女继承父业 儿子法亚感谢父亲这一路来的心情付出 每一次烹煮咖喱碾鱼时都会想念自己的父亲 而法亚也感谢父亲多年来的付出 自己也会谨记父亲的教会 以前如果以前二十年的时候 我宝贝要开这个店很辛苦的 因为以前就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 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就是有modal就是不是很多 然后从小小的modal 然后让那个modal 让那个business就从小就去大 为了保持鲜鱼的新鲜度 餐馆都会根据掏客所选择的海鲜和口味烹调 除了售卖咖喱鲜鱼之外 他们也提供各种美食佳肴 包括各种海鲜如螃蟹 鲜虾 咖喱鱼头 蔬菜等等 除了让套客可以自由选择海鲜种类 以沙包来烹煮咖喱 也成了这一家餐馆的卖点之一 成功吸引各地套客前来大块朵鱼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我以为说那个咖喱应该是很辣 但是吃起来又不会 我还是会应该会推荐给大家 应该会推荐给我的朋友们 亲戚他们过来这里吃 另外法亚也会定时将 沙包咖喱鲜鱼这道美食 上传到脸书和优管频道 希望可以借由网络的力量 让沙包咖喱鲜鱼的好滋味 传遍各地 吸引套客前来品尝 NDP7吉打采访报道